一封匿名信揭发大马族总内部 涉嫌贪腐滥权等等问题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证实 当局两天前就开始调查信中的指控 也从族总办公室带走了一些文件 反贪一哥今天透露 匿名信中提到的大部分问题 都与行政事务有关 反贪会不会调查这些事 而是专注于侦查涉嫌刑事的问题 阿战巴基指出 反贪会目前不愿对外透露任何细节 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 他也促请公众别做任何猜测 给当局更多调查的空间 这封揭露族总内部丑闻的匿名信 上个月31号开始 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信中揭露族总领导层贪腐滥权 员工待遇不均 国族训练中心招标不透明等等内幕 族总会长拿督哈米丁一概否认指控 表明会对不实指控报警备案 在社交媒体中心招标不透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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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封员在社交媒体中心招标不透明